受五一劳动节价值的影响 数个国家的金融市场修饰 但是经济日历依旧繁忙 一起来一探究竟 首先在早上八点半 英国的一组数据将会率先出炉 包括四月份制造业 三月份该指数几乎维持不变 上升0.1% 同一时间发布的还有个人领先指数 二月份净领先指数上涨54亿 好于二月份的预期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中午12点半 将会发布或将推动家园走势的加拿大GDP数据 一月份经济下滑0.1% 主要受非常规石油开采量下降 以及房地产活动减少的影响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下午2点钟 将会迎来美元交易者的繁忙时段 这时将发布两则有关美国经济的新闻 而其中之一就是四月份高度重要的ISM制造业PMI 三月份该指数下跌1.5% 但在18个制造业之中17个指数录得增长 另一个经济数据为三月份的建筑支出 预计二月份的支出比一月份上修0.1个百分点 接下来在六点半将会发布另一则推动家园走势的新闻 即加拿大央行行长史蒂芬·波洛兹 将在伊洛奈普旧家庭债务发表的演讲 接下来在晚间10点45分将会继续发布高度重要的数据 即新西兰第一季度劳动力调查数据 第四季度计调后失业率下降至4.5% 失业率触及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新低 凌晨1点45分将会发布中国四月份制造业PMI数据 众人意料的下滑让该指数在三月份接近50分水岭 最后在凌晨5点钟收尾的是日本四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 三月份信心指数维持在44.3不变 以上为周二或将为交易者带来指引的一些经济新闻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